在这里头 最恶难期 好心上的宽容 好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故事当中 他以小四为主线 以小四为中心 事实上他结构了父与子 结构了兄与弟 结构了节与弟 当然也应该包含母与子 这样的一个多重的 立体的 而且充满生活质感的 充满了生命的温度的 这样的一个叙述时刻 大家都注意到 父亲三次到学校去 替小四据理力争 或者向老师求情 那么三度父亲到学校 去见教导主任 同时延续了三次父子俩 骑自行车的归家之路 然后第一次 父亲对小四说 我们要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 而且学会了是要坚持 不然白活 第一次父亲的求情 适得其反 第二次父亲的求情 使事态急剧恶化 但是父亲让人说 你可以把你遭到的处分 当作一种鼓励 你可以继续的自强 而第三次则发生在 父亲身历牢狱之灾之后 他这个这个人的精神 事实上已经摧毁 这个人的某种意义上 这个人早已经历了 他的社会性死亡 所以回来的时候 父子结束倒转 是小四不断的向父亲重复 父亲曾经鼓舞他 曾经告诫他的话 说这个我们要自强 我们要自救 我们要用一系列的励志的话 试图唤起父亲 那个已经荡然无存的志气 让前几个小一聚工 做我们中华民国国民旁 我部部三历将士 打一当正当一年四季打一体 我部部公教朋友们 一年四季都高生 我部部商业之中 而我们不用说 那个父亲的那个陷入神经质的那种失控 然后父亲在一种完全的野兽化的状态之间 对二哥的那个毒打 对哥哥的毒打 所有的这些都成为一个父亲 一个父亲的形象 在小四面前坍塌下来的时刻 那么大家注意到 在刚才我所说那两个场景当中 后两个场景当中 那个小全景的那个机位 完全是小四的试点 而这个试点和摄影机的 更具体的这个小幅度的 或者大幅度的运动 以及不同机位的选择 极端准确和精妙的呈现出了小四 目击父亲的坍塌 父亲的这种精神崩溃 和事实上社会性的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于一个成长期的少年内心的那种重创 那么我们不能一去展开了 同时构成了父亲或者父兄形象的 当然还有一直无言的以爱 以承担以庇护 去给予的那个哥哥的形象 也很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哈尼 这个老大 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说杨德昌导演的那种高明 哈尼此前一直是存在于对白之中的人物 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当他出现的时候 导演选择了一位美少年 一个如此年轻的文静的 这个俊美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而当然像笑话一样 但是这样的笑话 这样的段子在杨德昌那里 具有了一个沉甸甸的悲剧性的重压 他说哈尼在台北避难 所以他读武侠有说 然后武侠有说他都读光了 他要求找一本很厚的武侠小说 于是人们给他找到的这本最后的武侠小说 叫战争与和平 而他在叫做战争与和平 这本厚厚的武侠小说当中 学到了随千万人武王矣 那样的一份孤勇 然后他用这个孤勇来面对台北的黑帮请诈 于是尽管他不怕死 他仍然极端无畏的被不要脸的那个山东 直接的推倒在军车的车轮之下 那么这个他对小四谈起 他读最后的武侠小说 战争与和平的时刻 他和小四分享那样的一种孤勇 那样的一种尊严的时刻 成为小四生命当中的非常重要的时刻 而哈尼的死则对于小四 形成了另外一个重大的青春创伤性的这样的经验 小明跟我说他很喜欢你 其实那天在冰店 我一眼就霸出了 小明其实一直在等你回来 我这太难无聊得要命 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 后来 我就要让你去帮我从最后的小说来看 其实以前的人 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 真的很像 有一个老包 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 我记得 好像全城的人都撬头 而且到处都被放火 他一个人要去赌拿破仑 后来 孩子被挑着穴道 战争与和平 其他的武侠宿命都不记得 自己的这一本 所以他经由这样一个具体的 具象在家庭环境之中 具象在亲情连接之中的 这样的一个情境 情结 真实的书写了 这个特定时代的青春残酷物语 和法国的 比如说四百集 从开启这个青春书写的法国电影新浪潮 比如说四百集 比如说精疲力尽 比如说野孩子 比如说这个 开启了美国六十年代的无音的反抗 伊甸园东方 逍遥其手 如果和这些电影相比的话 这些电影的共同主题是 少年人目击了成人社会的伪善 因此拒绝长成为一个人 长成为一个成人 他们坚持青春的特权 坚持青春的幼稚 这就引向了刚才我说 与阴王并列的另外一部 重要的文学作品 那么大家都会非常熟悉 叫麦田的守望者 麦田的守望者最重大的贡献 他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青春书写的最重要的印痕 是他向我们呈现了 何为青春书写之中的理想性 那么与其说 他是一种对至高至远的 理想的拥抱或者固守 不如说他出自一份内在的脆弱 青春生命那份内在的脆弱 成为了最强有力的保护力 他使得至于青春生命之中的人拒绝堕落 但是这份拒绝堕落的脆弱 也可能使他们拒绝妥协 也可能使他们陷于愤怒 而愤怒作为一种最强烈的情感 同时作为一种至为真切的 现实无力的情绪 他可能直接导向毁灭 对他人的毁灭 也是对自己的毁灭 这正是这则故事的走向 在电影当中 大家一定会体会到 我们也没有时间来一一展开 小四与小猫王 小四与马斯林的儿子小马 当然最重要的是小四与小明 小明的形象在小四的心中所唤起的 那个最初的新的悸动 青春的悸动 那种这个萌生爱意的时刻 那样的一种携带着 但又不明就里的那样的一种 荷尔蒙的骚乱和冲动 同时是青春生命的脆弱 所赋予的理想性 想做出的拯救 想给出的保护 那么在这里面 那个内部内在心理和内在依据的 他对于哈尼的敬意 或者他自以为得到的哈尼的嘱托 或者哈尼的这个托付 那么他和小明之间的相遇 相近 相亲和永远的游离感 永远的不确定 小明 你不要怕 永远我干一点 永远我干 永远我干 永远不要害怕 永远不会理他一个 我要做你一辈子的朋友 我会保护你 谁都不要 谁都没有用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影评在讨论 小四的变与小明的不变 小明那句话几乎成了一句名言 说你想改变我吗 我就像这社会一样 我是不可被改变 大家不断在讨论这个变与不变 其实我们也许可以把这部电影理解为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 或者变与不变的辩奏 小明之变是因为小明希望坚持不变 他希望保有那份纯洁 那份脆弱 那份理想 而小明的不变是因为他必须不断的变 包括变换他的庇护者 包括变换他的这个所谓的主人和依托者 因为只有变才能求生 他和小四之间的那个微妙的眷村内部的阶层落差 他们之间的不同的性别身份 他们所遭遇的不同的生命现实 决定了这里的变与不变 而当然我们可以从另外层次上说 变与不变是永恒的青春的内在挑战和内在主题 而青春就是在这个变与不变的拉扯之间 当青春最终接受了小明称之为不变的变的时候 青春终结了 成长抵达了 最深刻意义上的背叛也已然发生 在小四与小包王之间 像小四与哈尼之间 在小四与小明之间 叫小四与小马之间 那个那份动态的美好 正是那份青春的幼稚 那份青春的梦想 那份青春的真实真切 而同时是这份青春与这份青春相对的极端酷 烈的赤裸的六十年代台北的社会现实 所以那个如此水到渠成的如此顺理成章的一个蒙动之中的 这个朦胧的原本应该是美好的初恋故事 最终演变成了第一杀人事件 最终以这个持刀 当然原本是去寻寻小马的小四 最终就这样在街道上 将这个怀里的尖刀刺向了小明的身体 小明 所有的事我都知道 可是我不在乎 因为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能够帮助你 不是你现在我也希望 就像以前阿尼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还一直忘不了哈尼 因为 现在我就是哈尼 你的意思是要帮助我来改变我是不是 你怎么跟别人一样 看错你了 你原来跟那些人都一样 对我好 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 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 你太自私了 要改变我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 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你以为你是谁 你没有出息啊你 不要脸没有出息啊 小明 站起来啊 快点站起来啊 用力站起来啊 其中很重要的一场戏就是我杀小明那场戏 因为我在拍那场戏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死了 就我在现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死了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已经跟小四是同一个人 我就是小四我非常确定那就是我就是小四 我做了所有的动作我都是对的 我做了所有的表演不是表演我所有的当下的反应都是真实的 然后那个再回到表演来讲是非常难可以得到可以获得 但那一天拍摄所有的一切我就觉得我都是 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小四 对小四也是张震 所以我拍那一场戏到最后那场戏也有点难度啦 因为我本来拿刀那个是拿真刀 然后到最后捅他的时候刀是被拿掉因为已经砍到半身了 所以下面有一个人是帮你搭到的 但我已经没有考虑这么多 就完全在那个状态里面 就很气 就捅他 然后他就倒在地上 然后我就很难过 我真的觉得他死掉了 我们如果稍稍扯开去一点 你就会发现 导演极端准确的把握了的故事的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即使我们暂切的忘记六十年代 忘却台北 忘却这个台北的政治移民社群 眷村社会 忘却这个政治移民社会 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遭遇到的那种绝对的失落 无望张簧的那种局面 暂且忘却在这个故事当中 那个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 绝对腐败和政治高压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极度荒芜化的这种状态 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毕竟以男性主导的青春残酷故事当中 他们非常清楚的 仍然非常清楚的把小明置在 放置在一个欲望课题的位置上 当然如果参照着我也将跟大家分享的另一部青春残酷物语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话 你会发现杨德昌导演依旧给了小明以某种叙事时间和呈现叙事事点 不像故事阳光灿烂日子当中的米兰 她的行为的内在逻辑 她的生命的真实状态 是我们自始中都不曾获知的 但尽管如此 这种在青春欲望视野当中的女性生命课题 原本自始至终的被笼罩在暴力的威胁之下 这是单纯的从青春残酷的角度去看这部影片的丰富和丰满的 另外一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层面和叙事事点 那么我说在这部电影当中成为杨德昌的这个最重要的 一个就是代表作成功之作和代表了他的叙事特征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毫无疑问是小四 小四毫无疑问是灵魂是贯穿线索 是试点的给出者 是宁视的对象和宁视的发出者 但是在整个影片当中 他先后出场了 我引用的是网友们已经做的统计 出场了104个人物 而这104个人物有的只是一个过场戏 但是没有一个人物是符号化的 没有一个人物是扁平式的 每一个人物在极短的篇幅当中 杨德昌导演都试图去捕捉和呈现 他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个体的丰富和复杂 我自己这个这一次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最强烈的感动和冲击在这里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过场性的人物 每一个泄斗当中可以被辨识的面孔 都有机会去展现他们的人性侧面 现在每一个人在看这个电影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投射 因为里面的人物非常多 然后我觉得杨德昌导演 他有他自己用镜头讲话的方式 他那个那种方式非常非常独到 然后非常有味道 他让我感受到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对你喜爱的东西 你要保持一个真的非常大的热情 然后你要朝那个方向走 然后要很努力 那我觉得这个是杨德昌的精神 我自己另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和感动的地方 也是最后一个点 就是在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最终发生 在小四残忍的杀死了小明 而后像一个无知的孩子一样说 你站起来 你起来呀 你起来 假想他没有死去 假想自己没有如此残忍的杀害他 这个绝对的戏剧高潮 绝对的核心事件发生之后 他设置了一个长长的回声和言当 大家记得 先是警局的一场 小四仍然处在这样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 说我不能离开他 这个我不能离开他 这个也是当时的罪案报道的一个细节性的真实 那么到小四似乎发狂 被警察拖出去 他的木拖鞋就这样掉在警局的办公室里面 然后前来被传唤来作证的那个小马 在这个他一贯的这种张狂 好像不经意和保经事故的这种 我们都说话叫光二代的 这种表现之后 他突然的失声痛哭 而且就是带着脏字在哭诉 说我只有这一个好朋友 而在这个场景之后 是小医生 我们开始觉得是一个在小明的生命中 扮演这个很不光彩的 猥琐的小角色的那个小医生 如何被记者包围 那个记者如何像石狮兽一样的 试图发掘出某些狗血细节 而那个小医生的那个尊严底下被触犯 他怎么把他们推出去 说你们还算人吗 那么在这样的那个段落之后 他字幕两个月后 小猫王送他的磁带 想跟狱中的小四分享 他生命中巨大的喜讯 因为猫王给他回信了 先生先生 你不是说录音带可以的吗 到底录音带可不可以吗 给哪一个的 张正 张正 好 好啦 割得就行了 说 鸡鸵我录的这首歌吗 你猜我把它寄给谁 我继续给猫王 他回我信了 他信上写 他的歌竟然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 这么受欢迎 他很感动 他还送给我一个礼物 我现在天天带着他送给我的戒指 很屌 不知道哪天可以让你拔下 那什么玩意儿 干嘛呢 然后是小四一家在雨季中黄梅季终于过去开始晒亮东一的时候 母亲如何在抖开小四的一件上衣的时候呆呆助力 就是这样的延荡 高潮之后的延荡 我觉得我第一次意识到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两主将 杨德昌和侯小贤导演之间的一种生命的艺术的 也许是生命哲学的相互回应 就是如此巨大的毁灭发生 如此痛彻心肺的悲剧事件 以永难挽回 以著成灾难永难挽回之后 活着的人只能继续活下去 生活再继续 生命再继续 尽管历史未必像他所承诺那样会去进步 但是活着的人只能把自己的生命继续延续 世界也因此继续在多重的力量之间经历的变迁 生活、未必像是一种生命继续的这种形独立 来 孙女好了 别动别动 动了就不响了 康福美 王耀仁 叶新云 邵洪 陈成真 高盛荣 李茂盛 朱婷 吴红一 苏文宽 孙狄芬 高贤硕 新淑满 何迭 沈瑞鑫 刘建祥 林淑美 宋淑平 张正宜 许峰美 朱喜利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 真的为很多的网友所热爱 也真的为我所热爱 非常希望能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是一部电影的杰作 他也像网友说的那样 他也是一份社会学的教育学的 也许是人类学的 也许是当代史的 也许是冷战史的 宝贵的视觉文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